Hello 大家好 之前跟大家說過我先生和我的小朋友都有濕疹的問題 其實他們濕疹的問題都是因為食物敏感而人之 這段影片就想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我自己怎樣發現食物敏感是導致濕疹的原因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爸爸濕疹頻道 我的頻道主要想跟大家分享各種濕疹的資訊 令大家深入認識濕疹從而由根本去治療濕疹 這段影片就比較簡單 很快可以講完 所以大家記得聽到最後 我先生和我小朋友都有濕疹的問題 我自己是怎樣發現他們因為食物敏感呢 其實很有趣 剛巧有一次他們兩個都惹了手足口病 你知道手足口病都是攬炒病 不知為何我幸運就沒事了 其實手足口病是會令到你的手腳會生出一些泡泡 身體可能也會有的 但是最嚴重的是口腔會有潰爛的情況 就像你手中生了很多很多很多肺脂 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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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脂 還有喉嚨也會生肺脂 喉嚨也會生肺脂 喉嚨也會生肺脂 即是等於你吞東西的時候都會很痛 所以他們兩個在手足口病的時候 其實他們兩個是完全沒有胃口 他們連水也不想喝 很幸運 我的小朋友當時都願意喝少許奶 也願意吃少許麵包 所以他們當時就處於一個吃得很少量的狀態 我先生當時都不想吃東西 因為真的很痛 所以他當時應該是在吃雪條 在吃雪條 喝冷的保抗力 喝水來生存 而我的小朋友其實就喝一些無敏感的奶粉 吃粥和麵包 去令自己飽 因為他們吃得太簡單 其實就真的沒有吃過什麼 也吃得很少量 但真的很神奇的事 真的發生了 因為他們會有些好轉 因為他們會有些好轉 所以他們會有些胃口 去吃粥和柔質的食物 至少會吞到會痛 但你沒有開初的時候那麼痛 神奇的事發生了 但他們那幾段時間真的都戒掉 因為吃得很少東西 但他們的濕疹是有明顯的好轉 即是有一塊塊的爛肉 會平和滑 小朋友晚上睡覺也不會再拗 就是因為那時候的情況 我再重新確認食物敏感在他們的情況中 其實都佔了很大的一部份 我不敢說這是全球的數字 不過我身邊的人都是因為食物敏感 他們都有去避免吃一些致敏的食物 就可以改善濕疹的問題 所以這些身邊的種種比較實際的個案 都比我看到的就是 其實食物敏感都是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很常見引致濕疹的問題 而我們真的可能是疏忌了 或者是身邊很多資訊都很少去說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很想藉著我這個頻道去 希望盡我的能力去宣傳多些這個概念 因為真的不說是不知道的 也沒有一本書是這麼到位去說的東西 例如你買一本濕疹書 它可能又跟你說中醫的概念 又或者其他又教你另外一些方法 但比較少的書是會說一些食物敏感的問題 所以有一個少許分享 就是因為他們剛好又不舒服 所以吃少了很多東西 所以別吃的個案 其實就是改善了濕疹問題 是有趣的 也是有少許是因禍得福的 因為其實他們的問題 令我覺得其實都很肯定是食物的問題 所以我之後就有從食物去著手改善 我小朋友的問題 老公就沒有辦法 他都放棄了自己 沒有人幫到他的 是嗎 好了 希望這條影片對你有少許啟發 下次這條影片我就想分享一下 其實我是怎樣去找出 究竟哪一種食物是小朋友有敏感的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大家記得繼續追蹤我的影片 下次再見 拜拜